10多名入境处人员已到大布定位置 女主持色字定亲自开门带他们进去 入境处人员在纸里逗留了近4个小时 将已经换了便服 戴了帽和口罩的色字定 锁上手扣带走 同时被捕的还有一男两女 包括被子和他假结婚的男人 当中包括了一男一女 他们涉嫌在这个法定声明中作出虚架申述 和向入境处职员作出虚架陈述 另外我们那两位女性 其中一位就是包括一个外籍的家庭容工 他们两位涉嫌非法在香港违反逗留条件 和协助及教唆他人违反逗留条件 入境处又在纸里面售出结婚和离婚证 中国佛学院的毕业证书 身份证明文件和电脑等的证物 入境处说案件仍然调查中 会了解有没有涉及假结婚 又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检控 在定位置外面就贴出了色字定的声明 说已经就事件报警 事件已经交给律师处理 不作评论 四个人之后被带反入境处 在九龙湾的调查小组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来帕龙报道